种的枣豆角快要霸远了 碗豆角又可以种植了 春季种的枣豆角如果吃不完 可以留几根豆角 让它在藤蔓上面继续长 长老之后 把里面的种子包出来 放在太阳下面 晒一到两个小时 用紫外线消下毒杀下菌 然后在地上挖几个小坑 里面放上一些比虫林去种颗粒 把豆角种子买在土壤里面 浇上适量的水 一般五天左右就可以全部出芽 这是春季种植的枣豆角 现在快要霸远了 春季种植的豆角如果吃不完 不要采摘完 留几根让它在藤蔓上面继续长 长老之后是很好的种子 现在就可以播种 现在正处于釜天 有温度有湿度 豆角种子发芽很快 一般五天左右就可以全部发芽 十天前自留种子挖小坑种的一些豆角 现在长势非常的快 现在种植豆角无需碎芽 也无需做防冲措施 只用把种子买在土壤里面浇上适量的水 在种子旁边买上一些比虫林去虫颗粒 后期豆角不一生病虫害 现在豆角种植上去有十天左右的时间了 为了让豆角壤子尽快的长起来 尽快收获到豆角 可以在豆角根部施加一些营养 一般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收获到豆角 这个是芝麻饼微生物肥料 里面含有大量的氨基酸 有益菌和其他营养成分 可以把它买在豆角的根部 豆角的长势非常的快 而且后期接触的豆角口感也会非常的好 在倔豆角根部十厘米左右圆的地方 挖上一个十厘米左右深的小坑 在小坑里面放入二十厘米左右的芝麻饼就可以了 然后用土盖起来 如果不用土盖起来 这个芝麻饼有一定的香味 容易招来虫子 芝麻饼肥效期比较长 午睡天天来买 一般一个我左右的时间买一次就可以了 后期豆角的长势会非常的快 接触的豆角口感也会非常的好 豆角旁边的土壤有些干 可以在豆角的根部 还有芝麻饼上面 浇上适量的清水 让芝麻饼在豆角的根部慢慢的融化 后期豆角的长势会非常的快 每年夏季 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种植碗豆角的 豆角的长势非常的快 一般45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收获到豆角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感觉到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加关注 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